好 每次發生意外 百姓撕心裂肺 到底上面的滾滾 足弓看到了嗎 聽到了嗎 蔡總統說我都聽見了 可是每次發生災難 還是說天佑台灣 百姓只能求老天爺保佑嗎 這次台鐵的意外發生之後 很多家屬都說 他覺得下一次還會再發生 如果不改革的話 我們來聽聽看家屬怎麼說 這個也是剛剛朱大 還有我們維翰 我們在現場討論的 如果不改革 這個真的不能保證 這是最後一件 雖然我們的總統都告訴我們說 我聽到了 我會改進 下次不會再有意外發生了 可是看起來沒有 意外不斷的在發生 有網友在網路上面列出來了 綠社執政 就是蔡總統上任之後 其實五年來 加加減減 真的發生了非常多不幸的意外 也喪失了至少159條人命 這些人命本來是可以不用枉死的 其中軍隊 軍方的一些意外 占了大多數 我們先看看軍隊的意外 從2016年7月 記得熊三飛彈 誤射一死三傷 接下來有戰車翻覆 以及藍宇的黑鷹直升機墜海 然後再接下來是這個 我說的是軍方 先看軍方 黑鷹直升機撞擊 記得嗎 參謀總長等有八死 我們損失非常多高階的將領 軍官將領 另外很短的時間之內 又發生了海軍陸戰隊翻舟 以及漢光演習直升機 重落地 還有小金門戰車翻覆 接下來F51台東墜海 發生了好多個 我們的飛機的意外 死了非常多 喪失我們非常多優秀的飛行員 以及我們的飛官們 可是其他也有很多 包括交通的意外 必須講 交通部天下第一大部 你要負的責任真的非常多 行車走馬三分險 那個險就是要靠人為來控管 可是你可以看到 2016年陸客團 火燒車 26名陸客死亡 連家也是來你這邊觀光的 還有包括了蝶戀花 普悠馬出軌 那個時候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 台鐵的意外 接下來可以看到 越來越嚴重 50死200傷 我們泰魯閣的出軌 2021年 這個是寫錯2021年 發生這麼嚴重的意外 蔡總統真的都有聽到了嗎 現在要呼籲台鐵 民營化的聲浪 越來越高了 可是我們的交通部次長 他怎麼說 他說因為工會 沒有辦法 這個有反對 所以很難 這個民營化非常困難 我們聽聽看王國財的說法 事實上裡面 最麻煩一部分是說 組織效能這些部分 推動組織改造 是碰到比較大的困難 尤其來自工會的反對 各種SOP 各種規範 各種改善 購車 軌道改善 等等都做了 可是 真正能運作是這個組織 其實王國財 他就是事務官 他是事務官 可是他有說 台鐵這個百年的成額 很難改 如果這個 包括工會也在阻撓 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大家不要把責任 怪到別人身上 你看我們上一階段討論的 王定宇的房東 是不是出來講 他說沒有... 現在沒有繳黨費 所以不是黨員了 過了 請問一下 他是什麼時候卸任 他卸任才幾個月 而且在他忘記繳黨費之前 他是不是貴黨的黨員 他的工程都是在貴黨黨員 還有黨權 還是黨代表的時候 包的 那如果今天 民進黨第一時間的反應 是派王定宇的房東 出來講說 沒有... 現在不是黨員了 你覺得他有解決事情的誠意嗎 我寧願看到 我們這樣講 王定宇的房東 其實他也是代表民進黨 他要講的就是 這些疑點是不是都解決了 我是執政黨 我要出來質疑說 工地主任為什麼停工還回現場 那車還塌開去的 請問監督單位誰施職 他把這七個問題都問出來 那我禁你是一個執政黨 結果你今天怪在工會身上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第七點我都不懂了 那請問戰票的販售 是不是跟死傷人數有關 如果我今天少一點戰票的話 我死傷人數會被減少 那你都不解決這個問題 我跟你講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 慈母多敗兒 現在每一個人都把執政黨的官員 捧在手心繡 可憐啊 可憐啊 出事了 你辛苦 你辛苦 辛苦個什麼鬼 人家是命沒有了 你今天不過是到了現場 在那邊跟著勘災 你就辛苦了 你有沒有想過 你之前如果認真的看報告 認真的要求改進 這些人根本不會死 你根本不需要去勘災 結果現在王國才說 是因為工會的關係 好啊 那大家出來辯論 你要不要出來跟工會 面對面的講 到底是什麼問題 讓工會的人冒自己生命的危險 去讓一個比較爛體制 繼續下去 王國才講這個話 我覺得你可以回家問一下 你家的寵物 我信不信 就是台鐵工會 願意讓他的駕駛員 列車長 冒著生命的危險 承受比較爛的體制 而不願改革 其實在兩年半前 你知道這個台鐵那一樁 很嚴重的意外 普悠瑪的意外 那個時候台鐵就說 我要痛定思痛 我一定要改革 所以他們做什麼 總體檢的報告 寫了好多好多的paper 寫了什麼SOP 寫好多好多 寫完了 要上傳了 給這個行政院來看 這個上報的報導 是這樣講的 他說交通部說 我們這個報告已經寫好了 我們2019年1月23號 就已經上城到行政院了 可是在那邊被卡了8個月 我們的行政院院長都沒有看 沒有批 所以他沒有辦法 最後就只好自行上網公布 意思是 交通部有人在放話說 卡在書櫃 雖然他今天看到這個報導 他很生氣 雖然他下午的時候 有發一篇聲明稿說 到底誰在帶風向 我沒有卡 我沒有卡 所以他們內部 其實已經在狗咬狗了 另外可以看到 王國才這樣講 其實我們一般的老百姓 也搞不懂 你們到底改革卡在哪裡 我們知道改革很困難 可是蔡總紅有跟我們講 蔡總紅說 他的強項就是改革 怎麼改革不了這件事情 好 我們來看看 工程的部分 所謂國營事業的公安 內行人都知道就是很不安全 每次要檢查 有人來巡檢 公投 工人就趕快說 快穿起來 快穿起來 要配合檢查 有警察 有人要來檢查 快穿起來 然後公安走了 工人公投繼續擺爛 隨便穿個拖鞋 腳個冰廊又開始做了 保麗達繼續喝 繼續危險施工 沒有在管的 所以這個是業內人士都知道 可是這麼多年來 沒有人在改善 剛剛講的2018年的那個 因為普悠瑪號的事件之後 所做的那個報告 大家知道 他總共做了幾頁嗎 327頁 我這兩天 有認真看 他還沒看完 我稍微大概給大家滑一下 好 導報報 滑兩下就好了 327頁的報告 其實我相信他應該能寫的 包含了邊坡的這些AI等等 他都在裡面了 這麼多 327頁 可問題是報告寫了這麼多 18個人死亡 寫了327頁 那這一次50個人 你要寫一千頁嗎 寫完了你要去做才有用 重點是你要把那一些問題 解決才有用 327頁的報告 2018年都寫好了 但是我們今天 十幾處的邊坡危險工程 他做他的 圍離這要沒有圍 這就是事實 你怎麼會已經過這樣事情以後 現在導報給大家看到畫面 你旁邊沒有做圍離 就好像你今天去手術 醫師完全不做消毒 結果你手術成功了 另外感染死掉 這不是太不可思議了嗎 你是一個邊坡的 危險邊坡的工程 過程當中居然有車跑進去以後 造成這麼重大的車禍 現在大家講民意 跟那個就是所謂的國營那件事情 其實可能我們以後還有時間再談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因為日本的事情我不要關心 日本的尼奇在2005年 西日本的JR他民營化之後 發生了107個人死亡 500多個人受傷 因為整個車 因為司機員他霧點又超限 他很緊張 所以他越開越快 造成那重大的車禍 也是在民營之後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討論台鐵民營化的這個問題之前 要先注意到一件事情 民營化可能可以使得台鐵轉虧為盈 賺錢 不賺錢的路線他可能砍掉 車票可能要漲價等等 可能可以使得台鐵轉虧為盈 但是要安全未必要民營 民營也不一定安全 這點很重要 像日本 他的大的車站 都有商場 他直接供購 是靠那些商場賺錢 鐵路本身也不賺錢 那我們台灣其實基本上 除了不賺錢之外 車票買不到 沒有位子 大家站著 然後又不安全 這些事情其實基本上 可以做一次的檢討 工程的問題歸工程 民營可以討論 我不是說我反對民營 而是說你在把問題一出來 就講我們現在馬上要民營 那你民營之後 這個過程當中 該做的那些工程 安全度要提高 你要去落實 然後還有你是怎麼發包的 到底有多少的是戒牌的 要一次把它清查清楚 其實民營化是另外一個 很複雜的命題 我們有時間會再討論 不過必須講上行下校 你上面注意什麼 底下的人就會很謹慎的 去往上面注意的方向去做 必須講林嘉隆 因為他不是交通的專業 所以他上任之後 他的轉股方 他的讓台鐵煥然一新的配方 居然就是美學 大廳 車廂 包括台鐵便當 包括行銷 都往這個方向 所以最基礎的 像是這些機具 機械 維安 公安 就是像你們理工男 比較注重的這些 好像看起來是沒有人在做的 因為那些沒有人可以去推銷他 那我們就必須講 你要一步一腳印的來做 這個人在民進黨內部 雖然他已經過世了 可是大家還是很尊敬他的 是綠營的 有陳青天之稱的 我們綠營的陳定南先生 過去他在擔任宜蘭縣長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他對所有的工程品質是怎麼樣 自己用凸檢的就算了 他是零檢的 他不像說翹落打鼓說 三天後我要去哪裡哪裡 看公安檢查 不是 他就突然去凸棋 去突然去看你們這些工人 你們這些工地 有沒有照規定來做 包括你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是他當時留下來的 他親自去拿錘子敲打 看看有沒有偷工減料 沒有 現在就是叫網軍 去敲打就好了 有沒有 叫那些側翼 去敲打別人 敲打敲打 你怎麼可以批評 我們的政府官員 你怎麼可以批評 大家應該要團結一致 我還是要講 政府官員沒有監督 就跟那個柏油路一樣 你不實際拿錘子敲敲看 你永遠不知道時薪空心 其實我不會怪林佳龍說 他只能搞那些 他懂的東西 這沒辦法 可是政務官要交給事務官負責 政務官的工作是監督事務官 事務官跟你講說 台鐵工會反抗 那你就相信 我覺得林佳龍到底是真心相信 還是說他覺得算你這樣講 那我們就算了 坦白講改革要得罪工會 要得罪很多人的 可是他就是要改 因為台鐵自始至終的真正關鍵是 運輸 運輸的重點在安全 那不然我坐野機車不是更好 為什麼我要選擇坐台鐵 就是我相信這是國營企業 至少再怎麼樣 安全也有一個基本的保障 還有你們剛剛做的那張表裡面 顯然忘記不久之前 花蓮發生的那個車禍 那也整個位置甩出去對不對 因為那張表格 我記得之前是針對軍事做的 所以你忘記了 其實我們的交通跟一般日常生活 其實出現過很多類似的危機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開始在討論 是不是系統性的問題 也就是為什麼 不是我烏鴉嘴 我也不是這個唐國師 說一定會再出事 然後大家會說你算好準喔 不是 是如果系統性的問題 沒有解決的話 它就是註定會再發生 你的系統就是 如果你今天的系統 就像是一個起司一樣 上面就是有很多洞 它有可能各個洞對在一起貫穿了 也有可能沒有對在一起 但問題是如果你拿的都是起司 它總有一天那些洞會對在一起的 施工有沒有要求 現場有沒有監工 監工完了有沒有看 甚至我們都講了 檢討報告跟過去都說過了 是不是能夠有AI自動偵測入侵物 然後就想警鈴 想了警鈴之後 你是要自動殺停 或是交給司機員去殺停都好 但我這樣講一個事情 我描述一個系統 一旦有某種尺寸以上大的物體 進入鐵軌 它就自動通知 兩公里外的駕駛員 兩公里外的駕駛員 可以看到現場的監視器 拍到是什麼 你決定要不要殺停 這個的確貴 連日本都沒辦法全部做到 但我們可不可以在危險邊坡地帶 就是今天那個地方 你鞏固邊坡之外 你先裝個監視器 人工智慧分析說 確定這個尺寸大到什麼程度 自動車都可以做了 你現在難道不能分辨 那個義務有多大嗎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錢就花下去 你不要說10億可以補貼鳳梨 結果現在到世界各地 澳洲也黑心 菲律賓也黑心 日本也黑心 你補助10億 反而打壞了台灣農業 永久外銷的機會 那你把那個10億拿來做這個 能做幾個 是幾個 你至少盡了人事 來 給他一點時間 我覺得我講下去 因為我覺得每個首長 他的重點在哪裡不同 都沒有關係 你要做台鐵美學 你要做便當 你要做文化都可以 但是你注重的那一塊 你下面的會上行下效 現在的政府 就是注重網路這一塊 網路風向帶來一切 陳定蘭當時用這種狀況 我每次去宜蘭 都去他的經營館再去看 他的公司堡裡面都有一個共土亞 他都去驗他的工程 所以他當現場那幾年 沒有人敢在宜蘭偷工減料 就這麼簡單 我們現在苦口婆心講這麼多 希望有權利的人可以聽得見